三个航天员展开在太空的第二日生活 其中首要做的是安装WiFi 航天员预计将会用一个星期时间 安装各种设备设施 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这些设备都是早前由天洲2号带到太空站 在WiFi安装完成之后 就可以方便航天员和地面人员和家人随时联络 另外晨周12号升空之后 火箭的整楼罩和坐推器残骸 分别落入陝西和内蒙古境内 附近居民提前一日收到疏散通知 当地部分地区实施交通管制